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米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大米要带给大家的是红米Pro这款手机的体验视频 说实话这款手机应该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款 因为它是首款最高售价达到了1999元的红米手价 要知道之前这个红米手机最高售价只有1199元 而且这一次也是小米线上线下联动 邀请了这个吴秀波刘思思三位明星亲代言 那么传说中的这个双核十镜头 不对是十核双镜头的红米Pro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吧 这台红米Pro大米是在小米的官网抢到的 不过相比之前这个红米Rod3全网通发售的时候各种耍后 这一次红米Pro显然要好强很多 正面是手机的彩音背面是规格说明 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规格是怎么写的 MTK高端Helio X2010核处理器 5.5寸超黑超鲜艳全高清OLED屏幕 后置双镜头相机硬件及背景虚化 这个带形容词的规格说明 好像是第一次在这个小米的包装上看到 本来呢大米想购买的是黑灰色的 但是怕抢不到 所以说直接购买了银白色 是1499的标准版 随机附赠了一个Type-C的转接头 OK那么红米Pro呢 虽然是红米的新旗舰 但是在外包装方面呢 其实和之前的这个红米Note3全网通是一模一样的 看起来呢确实一点都不Pro 好了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开箱吧 允许我们召唤主船宝刀 OK撕掉苏风模 打开包装来看一下里面呢 到底有哪些咚咚 正中间呢就是这个红米Pro了 我们先把它放一遍来看一下附件部分 这个是保卡说明书和卡针 下面呢是数据线和充电头 充电器的规格呢是五复两岸 和之前这个红米Note3全网通是一模一样的 包装附件部分其实没什么变化 基本上没太多可以说的 OK撕掉苏风模 那么这就是传说中红米的新旗舰 红米Pro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面 红米Pro呢是小米首款采用金属一体机身的手机 所以说相比之前这个红米系列 普遍采用的金属冲压后盖 加塑料拼接间的设计呢 它上下两块就完完全全是这个金属了 而且也用的是这个纳米注塑一体成型 看来今后这个千元金呢 也是要普及这种金属一体机身的工艺了 当然之前的红米比较担心的一点 是这个红米Pro的金属拉斯工艺 因为其实呢金属拉斯很容易把这个手机本身做的有点涂力涂气 不过拿到真机之后呢 感觉还好 并不是特别的突兀 而且红米Pro机身背面的金属实际摸上去呢 是比较光滑的 和一般的喷砂工艺相比呢 会显得更加光亮 可以说是更有金属质感 当然肯定也有不少同学会觉得 这贼亮贼亮的金属拉斯 加上这个贼亮贼亮的CNC亮边 再加上这个贼亮贼亮的扬声器开款 整机看上去呢会有些山炮 相对来说灰色版本呢 应该会显得低调些吧 当然还是那句话 对于手机的外观设计呢 大家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好不好看呢 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另外呢 红米Pro也是采用了正面的指纹解锁设计 按键相比之前的这个小米5呢 要显得更加协调些 要更宽一些 小米5的home键呢 感觉还是太过于细长了 按压时候的这个左右平衡感不是很好 相对来说 红米Pro呢 则要好上不少 而且没有这个像小米5那样的明显凸起 不过这里有一点呢 要提醒一下大家 那就是红米Pro呢 虽然配备了一块2.5D的屏幕玻璃 但是实际的触感优化上呢 并不是太好 因为屏幕周围一圈的塑料包皮呢 是高高耸立的 完全没有和这个CNC亮边做有效的过渡 所以手指握持这一部分的时候呢 会有明显的错落感 手感的一般般 OK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开机看一下吧 开机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黑边情况 红米Pro虽然也是这个白色面板 但是并没有和小米5一样 采用这个ID5边框的大黑边设计 实际的屏幕黑边呢 并不算窄啊 要比5.7寸的这个荣耀吧呢 更宽一些啊 建议这点的同学呢 建议选购黑色版本 因为黑色呢 正面看起来会更加一体一些 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指纹 从指纹的录录录速度上来看呢 红米Pro录录录一个指纹啊 大概需要按压12下 实际的解锁速度呢 表现也不错啊 略卖于这个小米5 要比MX6呢 稍快一些些 不过到目前为止呢 小米的这个指纹啊 更多的只能用来指纹解锁 红米Pro依然不支持这个支付宝啊 微信啊 这一类的指纹支付 这一点呢 还是比较遗憾啊 当然对于红米Pro来说呢 其中一个最大的卖点 估计就是传说中的双镜头了 毕竟小米在发布会上宣称啊 红米Pro的这个双镜头呢 支持硬件级的实时背景虚化 效果呢 也是媲美单反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一下 打开相机 启动速度呢 略慢于小米5和MX6 但拍照的成像速度呢 还是挺快的 点击中间的这个光圈小图标 就可以进入传说中的这个双摄像头模式了 中间的这个滑感呢 可以用来模拟光圈的大小 不过从实际的取景画面来看 貌似这个实时虚化的效果 还是有点坑啊 多数时候呢 都是处于这个失真的状态 分不清虚化物体的边界 而且大米实际拍摄了一圈之后呢 感觉开了这个双摄模式后啊 对焦也会变得很慢 有时候还会出现怎么按都对不上的情况 虽然荣耀8的双摄呢 并没有提供实时的虚化预览 但至少整个拍摄的体验呢 还是OK的 而且对焦呢 也比较正常 按下快门呢 就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而红米Pro呢 拍完一张 需要等待三秒左右啊 才能正常打开 实际的成像速度呢 也是比较慢的 但是当你点开这些照片的时候呢 感觉整个世界又豁然开朗了 通常第一眼看到的照片呢 是这样的 这样的 或者说这样的 嗯 传说中的刀锐奶化 果然名不虚传啊 媲美长枪大炮的单反虚化效果呢 也是妥妥的 好吧 编不下去了 总之这个红米Pro呢 直接拍摄的虚化效果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很烂 不过在经过一番仔细的琢磨之后呢 大米终于发现了 红米Pro虚化的金钥所在 那就是实时预览画面下的拍照呢 基本是没什么软用啊 因为根本就不能看 正确的虚化操作方式是 拍摄完一张双摄模式的照片之后 需要点进这张照片 重新选择一下这个光圈 或者重新点击一下这个对焦点 这时候呢 它系统会重新生成一张相对正常的虚化图 但这个时候退出来 看到的照片呢 依然是原来那张很假的图啊 虚化正常的图片呢 需要重新打开图库才能看到 从虚化拍照到看到这张正常虚化的照片呢 大概需要将近20秒的操作时间 实际的拍摄体验呢 确实非常糟糕啊 二次操作后的照片虚化效果呢 有改进 但是很多时候呢 依然表现不太理想 而排除这个积累的双摄虚化功能 红米pro的实际成像素质呢 相比之前的这个红米note3取暗通啊 略有提升 但是依旧呢 只能算是千面积的水准啊 相比2000档的龙耀8 在整体的白片稳定性 以及画面的色彩还原上呢 依旧有差距 标准版的处理器呢 用的是降频版的X20啊 A72大核最高主频呢 不是2.3 而是2.1 当然啊 今年X20和X5 实际用起来 其实并没有什么软区别 红米pro在默认的调度机制上呢 并没有直接锁大核啊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小米对 适合优化没到位 日常使用的时候呢 还是能够轻微感受到一些卡顿的 综合的流畅度呢 不如之前的这个红米note3取暗通 大型3D游戏环节呢 就更不用多说了 今年X20系的软肋 王者荣耀团战的时候呢 会降到20帧左右 所以说流畅度呢 不是太理想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一下 那就是红米pro的这块 OLED屏幕啊 闪屏的情况呢 要比1加3和pro6更加严重些啊 所以说在夜间低亮度情况下使用 眼睛会不会更容易疲劳呢 需要用一段时间再告诉大家 从屏幕的实际观感上来说 虽然Home Pro呢 也是1080p分辨率啊 但是在显示的细腻度上呢 要比同为5.5寸1080p的1加3啊 还要更差一些 具体到实际呢 就是1080p的三星A屏 在显示文字或者图标时 边缘部分呢 会有一定的锯齿感 也就是近距离看的时候呢 边缘部分会有些发絮 而Home Pro这块OLED的屏幕呢 不仅字体发絮啊 而且有些字体边缘呢 会有明显的毛躁感 就好比我们写毛笔字的时候 墨水化开来的那种感觉啊 在精细度上呢 要比目前1080p的三星A屏 还要更差 根据大米的测试 Home Pro的这块OLED屏幕啊 实际的亮度呢 为360尼特左右 并不算高啊 而且实际的色准表现呢 也是不太理想 和1加3一样 有比较明显的色彩偏离之问题 可以说这块国产的OLED屏幕啊 综合素质呢 相比主流的三星A屏啊 依旧有差距啊 如果你比较介意 这个屏幕的素质表现啊 建议呢 先去实体店感受一下 再做决定 当然这个续航成绩呢 也在意料之中啊 毕竟不锁大核的X20呢 在功耗上 确实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总的来说 适合双镜头的红米Pro 虽然表面参数上各种给力 但是一阵用下来之后呢 除了金属机身的质感做的还不错 无论是屏幕的显示效果 还是处理器的性能 亦或是双摄像头的实际表现 都和发布会上说的相去甚远 很多方面呢 甚至还不如售价便宜400的红米63全网通 所以红米Pro真的是小米口中的款 感动人心的产品吗 关于这个问题就留给时间和市场去检验吧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那就赶紧订阅大米的视频频道吧 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 因为每一期视频呢 也会同步推送到微信公众账号上 现在呢 大米也会每天发一篇自己的原创文章 拿出你们手机打开微信 扫一扫这边的二维码就可以啦 视频最后呢 大米依旧会通过微博转发抽奖的形式 送出一条音质不错的耳机 有趣的同学呢 关注一下大米的微博 参与一下互动转发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我们下一期 荣耀V8 荣耀V8的深度评测 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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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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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